你好,我是杰一,欢迎来到提摩档案 在韩国有这样一场命案 两名嫌疑人截然相反的供词 互相指认的矛盾 警方与检察院完全不同的判断 这种情况下,嫌疑人最终将会迎来怎样的审判呢? 这场案件当时在韩国激起了轩然大波 十几年后,就在无人问津之时 又被翻拍成了电影 它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亚于荣誉 公众的愤怒与抗议 是否能够迎来真正的正义呢? 这就是1997赵重碧与海岸 在韩国首尔农山区 有一个著名的商圈叫离泰院 离泰院靠近驻韩美军农山基地 从1950年起,就有许多美军喜欢光顾这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喜欢来离泰院娱乐消遣 随着流量不断增多 离泰院的热度也越来越大 逐渐发展成为了如今的热门商圈 今天要讲的故事 它就发生在这里 1997年4月3日 星期四 韩国首尔农山区离泰院 这天晚上呢,人来人往 商圈的热闹与繁华 让许多年轻来客都迷在了这里 22岁的男大学生赵重碧 便是众多年轻人当中的一个 这天晚上呢,他和他的女朋友 一起来到离泰院附近 两人手牵着手逛街 忽然这时候,赵重碧感到身体不适 想去上厕所 他环顾了一下周围 就看到了路口就有一家汉堡王餐厅 他没有多想 让身边的旅友在原地稍等片刻 他上完厕所就出来 于是就独自一人进入了这家汉堡王餐厅 女友看着他园区的背影 此时此刻,他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还是不见男友出来 女生呢,有些着急 他试图联系男友 但没有得到回应 又过了一会儿 他按捺不住 决定自己前去汉堡王餐厅 寻找男友的身影 而此时呢 这家汉堡王餐厅里 大约有20名青年男人 正在开派对 这些人大多都是驻韩美军的家属 看上去呢 就像一群社会不良分子 女生看到这样的景象本能觉得十分危险 不敢过多停留 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 忽然他听到了一声尖叫 啊 小张是汉堡王餐厅的工作人员 这里人来人往 他时常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这时候他好不容易空闲 筋疲力竭地走进了卫生间 然而他觉得今天卫生间有些不对劲 空气中有一股浓重的腥味弥漫着 他慢悠悠地推开门 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只见一个男人浑身都是伤口 倒在鲜红之中一动不动 似乎早已经没有了呼吸 小张立刻跑出门报了警 听到声响的店员们也纷纷跑进来查看 但现场的惨状让他们都逃离了出来 接到报案后 刘警官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然而此时赵松碧已经失血过多 没有抢救的余地 更加令警方头疼的是 案发现场由于许多店员进出而被破坏 警方看杀后并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物诊 正当警员们试图确定死者的身份时 赶来的女友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她吓到在地上哭泣着 女友非常配合警方的调查 将自己知道的所有信息都说了出来 于是这名男人的身份很快就被确认 法医检测表明 赵松碧身上一共中了九刀 伤口很深 而且凶手的力气很大 仿佛和他有什么深仇大恨 非要置对方于死地 看到这一结果 刘警官第一反应就是仇杀 毕竟无缘无故的 谁会对一个陌生人这样残忍呢 但他没想到的是 之后调查出来的证据 却和他的猜测完全不一样 案发第二天 刘警官就收到了一个匿名举报 嫌疑人以这样的一个直接而有利的方式 忽然就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他就是亚瑟·帕特森 这名邪性人举报 称帕特森就是昨晚这起命案的凶手 经过调查询问 帕特森身边的朋友 也形容他经常表现出暴力和侵略倾向 很容易冲动 并且身上喜欢携带的武器 在得知了这一情况后 刘警官立刻搜查了他的家 果不其然 在帕特森的家里发现了做案用的军刀 以及还没有来得及销毁的带血迹的衣物 人证物证都在 嫌疑人迅速被确定 警方立即将帕特森逮捕 在逮捕他时 刘警官还感叹着 这简直是他经手破案速度最快的命案 但在之后让刘警官没有想到的是 变故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首先呢 帕特森承认军刀就是他的 并且当晚就在厕所里 不过他却不承认自己是凶手 这个解释让刘警官一头雾水 难道当晚凶手除了帕特森还有别人吗 4月6日 韩国媒体对发生在离太院的案件做出了报道 就是这一场报道 牵扯出了警方无法理解的第二个变故 也就是本案的第二个重大嫌疑人 他就是爱德华·李 爱德华·李的父亲是驻韩美军 这几天正好在美国 他在电视上看到消息后 他立刻回到了韩国 知道自己的儿子当晚也在厕所里 一定难逃干系 于是就让儿子去警察局自首了 突然多出来的嫌疑人 让刘警官感到很疑惑 但在问讯后 事情变得更加棘手 两名嫌疑人都指责对方才是真正的凶手 根据爱德华的供词 当时帕特森让自己陪他一起去洗手间 进入厕所后 爱德华待在洗手台处洗手 这时候又变了便士 有个人正在上厕所 然后爱德华就看到帕特森 突然逃出凶器 从后方对着那人一顿伤害 他看到这一幕被吓坏了 害怕帕特森下一步把矛头指向自己 他不敢过多停留 立刻逃跑了 而帕特森的供词 却与爱德华截然相伴 他说 那天爱德华 趁要给自己看一样东西 当时他以为爱德华叫自己去溜兵 所以就跟了过去 进入厕所后 发现里面有个人正在上厕所 就想等一等在行动 没想到爱德华突然抢了自己的力气 对那人一顿输出 那人没有任何反抗 就倒了下来 整个过程持续不到十秒 看到这样的场景 自己很害怕 就逃跑了 两人都执政对方是凶手 但在案发现场记忆的还原上 却存在很大的差别 爱德华坚称自己只是去洗手 但当警察追问他的一些细节时 比如帕特森是从哪个方向刺的 刺了几刀 爱德华则回答说 自己当时实在是吓坏了 完全记不起细节 而帕特森在供词里 能够十分详细地描绘当时的情景 可以清晰地说出整个行凶过程 那么究竟是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 爱德华说不出细节 是因为害怕言多有识 暴露了自己吗 而帕特森说得如此清楚 会不会他是在编故事 这两人到底谁在撒谎呢 经过一系列调查 刘警官认为 爱德华的表现更符合常理 而帕特森的作案嫌疑更大 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一 军刀属于帕特森 并且他曾经企图毁灭证据 这是最直接的证据 如果帕特森只是单纯的旁观者 甚至作为一个被恐吓了的人 他完全没有必要带走自己的凶器 并且在家里隐藏起来 甚至是毁灭证据 二 根据在帕特森家中搜集到的证据衣物 帕特森全身都沾满了被害者的血迹 虽然爱德华身上也有血迹 但是要比帕特森少很多 这点可以推断 在距离上 帕特森离死者更近一些 三 帕特森持有不良帮派的纹身 这是NOT-14图案的纹身 是美国加州一带不良帮派的标志 带有这种纹身的帕特森 可能更具有暴力倾向 因此刘警官认为 帕特森更像是凶手 但当刘警官将调查结果 递交给韩国检察院 准备起诉帕特森的时候 他却遭到了极大的阻力 警察院并不认同警方的推断 他们反而认为 爱德华才是凶手 而检察院认为 他们持有如下两个铁针 一 专业的测谎程序证明 帕特森说了真话 而爱德华在撒谎 第二 凶手的身高 通过法医检测报告 被害人颈部的伤口 是从后方斜着插入的 因此判断凶手 比被害人更高大更强壮 赵重毕身高176公分 帕特森173公分 体重了75公斤 而爱德华180公分 体重105公斤 爱德华比被害人更高 也更容易采取这样的行动 因此检察方认为 爱德华才是真正的凶手 于是在5月份 韩国检方正是以故意谋坏罪 起诉了爱德华 但是对于这个结果 刘警官颇为固满 对于检方涉及到的这两个证据 他认为并不充分 首先呢 测谎仪的结果 并不能作为充分的证据来源 因为测谎仪并不是完全正确 有的人经受过专业训练 哪怕说的不是真话 也可以通过测谎仪的检验 第二个证据也是比较谦详 如果帕德森将手臂高高举起 或者跳起 也是可以造成从后方 斜着刺入的伤口 但很显然 刘警官的不满和控诉 并没有引起检方足够的重视 一审判定结果很快出来 法院认定爱德华有罪 然而他拒不认罪 提出了上诉 到了次年1月份 韩国首尔法院做出了二审判决 仍然认定爱德华故意谋害罪成立 判处有期徒刑20年 而帕德森则犯了藏力和毁灭证据 被判处一年6月有期徒刑 本来在法院做出裁定之后 这件事情就应该这样结束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 彻底把这场案件 推上了风口囊结 8月15日 这天是韩国的光复节 象征着自由与希望的开始 因此每年的光复节 韩国都会特赦一批犯人 这一年光复节特赦的一批犯人中 帕德森赫然在立 因此他只关了几个月就被释放了 这一结果彻底点燃了公众的路火 当初虽然法院判定了爱德华 就是故意谋害凶手 但是牵强的证据 无法令人信服 同时呢 爱德华依然坚持在上诉 坚称帕德森才是凶手 他诚恳又坚持的表现 让人没有办法无视帕德森的存在 在最终判决结果没有出来之前 两个人都有可能是故意谋害凶手 怎么可以就这样直接将帕德森释放呢 在舆论压力下 韩国检察官申请了一个 暂时限制帕德森出境的申请 待时机成熟的时候 可以方便重新起诉他 但在这之后呢 令刘警官意想不到的事情 接二连三的发生 出境限制令 有效期呢 只有三个月 也就是每隔三个月 就要重新申请一次 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 在1998年8月23日 检察官忘记了申请限制令 最近的限制令到8月23日到期 由于忘记申请了 因此下一个限制令 生效的日期是8月25日 因此中间就多出了两天的空档期 帕德森就在这两天的空档期 顺利出境返回了美国 更令刘警官大跌眼镜的是 在帕德森逃回美国一年后 也就是1999年9月 在韩国被判故意谋害罪的爱德华 经过不断上诉后 最终在终顺判决中 以检方证据不充分 而被判无罪释放了 此时呢 剧烈案件的发生 仅过去了两年多 曾经的两名嫌疑人 一个逃回了美国 一个被无罪释放 刘警官就眼睁睁地看着 一桩自己经手的案件 成为了这样的结局 他感叹着 如果被害人的父母 看到这样的情景 该是多么伤心 杀害自己的儿子的凶手 逍遥法外 没有任何一个人 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但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案件的热度也越来越低 直到最后无人问津 这当刘警官以为 一切就会就此落幕时 一部电影的上映 再次将案件 拉回了大众眼前 12年后 2009年9月10日这一天 一部以该案件 为原型打造的电影 《离太院事件》上映了 该电影一上映 就引爆了韩国的舆论 越来越多人知道了 12年前发生的事情 大家纷纷指责国家司法系统的不负责任 迫于舆论压力 韩国警方在电影上映两个月后 也就是2009年11月 向美国当局提出了 引渡帕德森的要求 在2015年9月23日 帕德森终于被引渡回韩国 面对机场早已等候的媒体 帕德森还是坚称自己不是凶手 2017年1月25日 韩国法院对帕德森进行了公开审理 并做出宣判 由于嫌疑人作案时 未满18岁 因此法院最终判处了20年有期徒刑 而这也是韩国法律中 未成年人犯罪的最高刑期 虽然判决迟到了20年 但是正义并没有缺席 这也许就是唯一能让受害者家人欣慰的一点 尽管最终判决结果是帕德森有罪 并成为了法律上认为的真正凶手 但由于当初证据已经烟消云散 没有人能够确定 真实情况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 这成为了留在韩国民众心中永远的谜题